阿翔 好 這是 味妝女泰魚眼鏢的生物世界 粉鑽第一次的直播 那 這個粉鑽成立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我寫了跟衛裝生物有關的書籍 那就是這一本 不可思議讓你猜不透的生物衛裝書 那因為很多人很常搞錯衛裝跟擬碳 那在這邊我開宗明義的 還是要跟大家先分享一個 什麼是衛裝什麼是擬碳 那最簡單的一句話幾個字而已 衛裝就是讓你看不到我 擬碳就是讓你看錯我 什麼叫做讓你看不到我 比如說在這本書裡面 我們列舉了很多種全世界最有名的昆蟲 比如說夜修 夜修因為它的外觀長得非常像樹葉 甚至它的身上 翅膀上面都有類似葉脈的花紋 所以它在環境中就長得像樹葉一樣 你看到了你也會把它當成樹葉 那個叫讓你看不到我 比如說在書上我也寫了東南亞很有名的生物叫做枯葉蝗 那枯葉蝗蝗它在森林的底層跟一堆枯葉在一起 你走過去只要它不動你也會把它當成是枯葉 我們再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在台灣就看得到很多朋友共同的回憶枯葉蝗 你知道枯葉蝗在山上它飛影的時候是那麼漂亮 但是當它一停下來 翅膀收合 它完全就化身成森林底層的一片枯葉 那這個就是讓你看不到我 因為你只會看到一堆枯葉 你沒有看到它 這個叫做衛莊 但是擬太呢 擬太就不同了 我們舉一個我覺得最厲害的例子 我去南美洲 南美洲我們到了一個大城叫阿塔拉雅 阿塔拉雅那個森林裡面 我們在晚上用燈光誘棘昆蟲 發現了很特別的生物 一隻很像珠蜂還是狐蜂的蜂類在地上爬行 但是我們仔細靠近看不對 它竟然是一隻棕絲 它身上的花紋跟一隻珠蜂 黑色那種大型珠蜂很像 而且你知道像這些蜂類它們邊走的時候 尾巴會這樣咚咚咚這樣點 結果你知道這隻棕絲啊 它也是邊走尾巴不點 而且蜂類它因為很習慣用觸角去探尋前面的訊息 所以它邊走屁股邊點 前面觸角邊搖 所以原理一看你會覺得 哇塞那隻是珠蜂還是什麼寄生蜂 好厲害 這就叫做擬太 讓你看錯過 它你這隻棕絲 我們知道棕絲大部分都是直食性吃葉子的 比較溫善的一種昆蟲 但是蜂類就不一樣 所以它把外觀 米太成蜂類讓天體看到會害怕 那這個南美洲的例子比較遠一點 我們舉比較近的例子 就是在台灣我們很容易在花朵上面看到很多身體 應該說腹部 腹部一截黑色一截黃色一截黑色一截黃色 那正常來說這樣的視覺 你看到了就我們的經驗值來講 它應該就是一種蜜蜂或蜂類 但是有很多 你以為是蜂類的東西 其實你仔細看它眼睛 它兩顆大大眼睛長得很像蒼蠅 那可能都是石牙萌 那石牙萌它跟蜜蜂一樣都擁有高超的飛行能力 但是蜜蜂一般的生物不敢隨便去吃 因為蜜蜂有遮症 所以呢 石牙萌的外觀 米太成蜂類的樣子 讓天敵誤以為它是蜂 所以呢它可以藉此躲過 可能出現的危機 因為這隻鳥願意看 哎呦這是蜂不要吃 但其實它不是蜂 它是石牙萌 這個叫做米太 我再重複一次 衛蜂是讓你看不到我 米太是讓你看錯我 所以這兩點請特別的記起來 只要你到野外 就會有比較好的自然觀察 那當然我們這個粉專的名稱全名叫做 衛蜂米太與眼閉的生物事件 眼閉這件事情呢 在我過一段時間以後 會跟大家來好好的討論 因為我要先去把它定義找出來 但是定義 我們聽起來就很簡單 可能是外觀 很容易就是隱蔽在環境中 可是定義到底是什麼樣 我必須先去找 就是等我們這一本書的審定 國立中山大學的 顏勝宏老師有空的時候 我跟他約個時間 我下去找他討論 因為後續還有兩本跟 這個 衛蜂生物 米太演藝相關的書籍 在撰寫 所以呢 我希望先把方向底定 把內容的 這個重要的定義抓好 省著寫的 是不像 這樣就不好了 那 當然內局不必輕 可能很多朋友你們 今天才知道有這個粉專 叫做 衛裝 米太與眼閉的生物世界 那在我直播完後 你還是可以趕快搜尋我另外一個粉專 叫做 昆蟲臉書 去參加這一本 不可思議 讓你猜不透的生物衛裝書 真的太感謝雅如 我沒有說要在昆蟲臉書直播 我剛才一直說 我要來 這個 衛裝生物這邊 就是 衛裝米太與眼閉的生物世界直播 因為 昆蟲臉書那邊 是請大家過去抽獎 欸你有分享 對 不是你有分享 你有標註有抽獎 讚 希望你們抽到 這樣Diego跟寶寶兩個人 一人一本都不會唱 那這一本書 又在考記憶的時候 因為我現在開始 家族馬力的簽下去 所以我要很快的講一段 怎麼去找這個衛裝生物 在自然的環境中 我們舉最簡單的例子 在樹上的 樹上的你看一棵樹 幾千幾萬片樹葉 你很難找 可是呢 如果你選擇在一個 天氣好的狀態下面 漫步在零道裡 然後呢 偶爾仰頭看看 透光的樹葉 你就能發現 有很多生物 它被 剪影給出賣的 什麼叫剪影給出賣啊 陽光照下來 樹葉會變成透的 那如果有一隻 比如說擬葉中枝 如果你去雨林 比如有一隻 葉羞趴在上面 陽光一打下來 馬上它就現出原形了 這是我常在野外 最喜歡 找這些生物的方法之一 第二當然就是什麼 我們最簡單的 它 在這些樹上活動 每一種生物都有它的祭組植物 比如說擬葉中枝很常在青鋼粒上面活動 它會吃青鋼粒 或其他蝌蝌蝌的葉子 那 我們該第一個看的是陽光透光的檢影 第二個就是 這些生物的石痕 它啃咬過 葉子 留下來的痕跡 那既然有啃咬過的痕跡 有可能 就是這邊有生物存在 我們只要找這附近 就有可能找得到 第三個 情於走路 什麼叫情於走路 有時候很多人都說 你會找到很多很難找的東西 但也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我覺得就是我很情於走路 而且 你隨時注意周邊發生的事情 比如說 你在森林裡面走路 森林底層有很多落葉 這些落葉採下去以後 它就知道你採下去而已 但是如果落葉採下去以後 突然有幾片或有一片 跳起來 飛起來 太棒了 它可能是一種 棕絲 也可能是一種蝗蟲 也可能是蛙類 所以藉由這種方式 你就可以找到 引力在森林底層的這些 偽裝生物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大絕招 那個大絕招 我不是很建議各位用 因為你要皮很厚 我很喜歡做一件事情 就是 到森林裡面 我就趴在 趴在 整個人趴倒在森林的底層 然後呢 開始前面一個一個的掃描 因為有時候 你從上往下 這種俯視的角度 你很難找到生物 可是當你平視角的時候 很多生物就會現形 比如說枯葉螳螂 所以呢 這是一種 在野外 有地質疑的 找尋 衛裝生物的方式 那也 在這邊提供給大家 如果你 對於這些 衛裝生物有興趣 最重要就是 接觸這些環境 然後在環境中 慢慢的去 領略自然等美 去熟悉每一種 生物的樣貌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多看書籍 多看書 因為你常看 你就會記起來它的樣貌 在野外 你只要看到了 你很快就能從你的記憶庫把它拉出來 並且把這隻遠去的生物分析出來 原來是它 原來是誰 你知道嗎 這真的是一件很厲害的事情 我個人很喜歡做這件事 那當然 這本書很多人問說要去哪邊買 如果你今天才剛加入我們的社團 這本書呢 已經在博客來開辦 博客買了 博客來他現在有這本新書的活動 作者清筆簽本 就是有清筆簽名本 再加上 有作者準備的小贈品 就是讓你可以邊玩邊了解 衛裝生物在環境中的關係 我有做一個贈品 所費不支的贈品 然後還有 最棒的就是 博客來有七九折 一本兩百八的書 打完折 只要兩百三 還有找 你知道這一本書 我有累積了多少的經驗跟知識 跟照片在裡面 兩百多塊就存交 真的是便宜到 我都不知道該說什麼 太便宜了 可是不是因為便宜要你買這本書 而是這本書可以幫你 幫你跟你的孩子 打開不一樣的自然觀察視角 讓你們對自然的生物有更多的了解 讓你們對環境有更多的了解 讓最後 希望各位對環境了解以後 能喚起你的保育意識 對台灣對世界對環境 更有使命感 因為我們都住在這個地球上面 我們都需要一個好的環境 我們需要好的環境 這些生物當然也需要 然後還有最重要是 昆蟲店通路 台北你可以到 晴天宮站的牧生昆蟲館 市府站的叢林野獸昆蟲館 士林捷運站的叢磨坊 叢磨坊 叢磨坊 然後靈光捷運站的台灣昆蟲館 然後華山的生態工法基金會 新北市你可以到板橋的摩金園 新莊跟山蟲的洗蟲天將 新莊的彩蟲屋 然後呢 桃園巴德的雕蟲小記 甲蟲生態教育館 桃園中立的阿楓甲蟲店 還有 新竹 蔡蟲叔叔昆蟲生活方 台中 愛生堂 然後 彰化 綠光叢林 昆蟲生態館 彰化園林的綠光叢林隊 南投 中山公園前甲蟲館 台南 兜敲叢林 高雄 玩蟲蟲 就是之前的昆蟲樂園 蟲之森 亞馬遜 昆蟲專賣店 自由店 亞馬遜蟲專賣店的自由店 還有 爬爬石塘 就是原本的綠色工方 你們可以去跟老闆訂 宜蘭的重重的家 台東呢 是找我的好朋友叫王子穎王老師 屏東也是找我的好朋友叫鄭坎俊鄭老師 好厲害 我真的全部記得 把說充電練過一輪 應該沒有落高的 那我想這段影片 我還是會放上youtube 為什麼呢 因為要讓大家知道 有一個這樣的社團存在 也有這樣的粉專存在 所以如果現在看到這影片 你隨時都可以加入另外一個 同名社團 叫做 衛裝擬太魚眼壁的 有趣的生物事件 這個有社團 也有粉專 請大家可以加入 把照片 把經驗 還是有疑問 都可以在上面討論 那我 還有很多裡面熱心的朋友 也都會在裡面跟大家 有好的互動 把自然生態美好的一面 傳遞出去 非常感謝 從頭到尾都是雅如 雅如真的是 太感動了 縱然你把手機放在那邊掛著 我都覺得感動到爆炸 其實你現在應該在洗菜煮飯吧 對不起不應該信任 不信任 然後還吐口水 真的很辛苦 謝謝 真的非常感謝 好那這段直播很輕鬆 快速的結束 也感謝各位支持熱血阿傑的一切的一切 因為我成立了好多粉專 弄了很多社團 也寫了很多的書 很開心的一直做著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希望大家持續的支持 讓我 有能力 有預算 去做更多 探訪自然 了解自然 保護自然事情 謝謝大家 謝謝 真的嗎 我兩斤 好像在聽音樂 我在唸雞 太差別 好啦雅如謝謝 我要專心簽書 非常感謝 趕快把書簽完 我就要去幹活了 好謝謝 拜拜 謝謝 謝謝